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得奔50分才能翻盘 35分五助攻 刚才数据给的是下半场 应该不至于连续给错 可能是我刚才没注意 10分之内的差距 第二集训 单外援对单外援 现在没有大外援分担进攻的压力 完全就是小外援对标了 这就不用什么讲究了 直接自己干吧 这个球 第四节上来 比尔吉克逊连续两次进攻没打成 弗雷特二加一 弗雷特先下手为强 连拿四分 这次罚球再重 连锥五分 张帆上 加强一下防守 现在许梦军防弗雷特确实比较难防 许梦军本身是一个移动速度不是特别快的 而且他的身体不够硬 张帆相对来说好很多 瞬间分叉来到六分 领先一整场 第四节 现在 局势紧张起来了 余良 长两分 也没中 这是一个踩线的两分球 踩了三分线的两分球 弗雷特再变下 彻一步 三分球 再一个 破 差三分 弗雷特连拿八分 第四节 前面得分 小时候胖不叫胖 这个到第四节 关键时刻 才展现英雄本色 弗雷特连拿八分 分叉回到三分球 回到一个三分 我去 好 去 好好 他玩这跑 他玩这跑 我去玩一下 不要投篮 打两分没关系 他会太多了 他会太多了 他会退 对 他会退 现在我们攻击太差了 我们要做 做这个钻石衣 出来以后把球船大张 然后掩护 然后把船打一打 能打打不能 再突破 好吗 球到里面 打一打 再打一打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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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暂停 刚开始的时候 听球员之间的说 还听着我挺 挺劲爆的 在场下喊 我去 我去 我去防 看一下三分球的差距 第二几个逊 这个时候压力大了 说实在的 北控队的命中率 很难保证了 又被断了 寂寞大神 这次球还赔一个犯规 掌控全局了 寂寞大神 前三节 上半场寂寞 第三节变成寂寞哥 第四节彻底封神 看寂寞哥这个节奏 变下张帆 再转移 比较空辣 刘伟的中距离命中 好球 差一分 刘伟 离万分先胜 还有六分了 这个比赛最后是一节 看点多多呀 急个性 三分球 还是不进 篮板球 篮板球 控制好 北控第四节还没有得分 而上海已经得了十分了 两分钟不到 打了一个十比零 好球 第四节 北控的第一次得分 过去一分三十几秒 打了一个十比零 这个进攻的节奏太快了 进攻大神 再转移 外线又空辣 菜亮空位三分九 没中 宁肯放 外线国内球员的空位三分 也不能 单人来防 借弗雷战车 好球 尼尔及时 控制局势 李秋平赶紧叫转平 北控连打五分 这个局势稍稍控制住了 我说 转移 跟她继续 这就叫转移 我先弄 转移 你 快跑 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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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打这个机位是有 我们投不进另外一回 机位投不进 但是另外一样一样 一样打 你这里 你跟太阳分开战 分开战 今天上海队的本土球员 国内球员得分偏少 其实北控队还行 尤其是景浩阳这个点 打开之后 北控的本土 其实今天也是比 你看本土球员43分 这比上海队多出不少 外援方面 确实弗雷戴特在第四节 下半场彻底爆发了 皮尔吉顺 今天得分王之争 得分王大战 讨厌第四节 关键时刻的能力了 心理促制 现在留为主控 还是找弗雷戴特 有没有人提上来做掩护 张兆旭上来 弗雷戴特没有挂这个点 直接起造成犯规 一位四 就是你对弗雷戴特这个点 现在的弗雷戴特状态 已经起来了 他不像刚上来的时候 第一节你过来补防协防 你能造成这种很大的 对他的干扰和威胁 现在弗雷戴特状态 已经完全起来了 一般的难度球 他都能打中 所以说你要补防协防的话 一定要提前 提前包夹 他一旦起来的话 你这种球很容易造成犯规 而且也有可能打成2加1 现在弗雷戴特的状态 正值最佳 罚住 第二几个学院 这个球没有出手 接着打 卢尾防 卢尾防动作偏慢 卢尾动作偏慢 这个球其实挺难防的 杰克逊杀进去 变相 好球 你这个 现在上海队 阵容太年龄大 太大了 防比尔杰克逊 基本上是没人能对上 卢尾防比尔杰克逊 一看就不靠谱 弗雷戴特还是强杀 你拦不住了 现在的弗雷戴特 已经变身 寂寞大神 已经是拦不住 你看卢尾这个球 他动作偏慢 而且 年龄也偏大 你让他来防 比尔杰克逊 不太合适 不知道李秋萍怎么考虑的 而你上场 现在的阵容 也没有人能对上 除非你用弗雷戴特防 否则刘伟防 感觉也不合适 但是卢尾在场上 相对来说 外线有进攻点 可能李秋萍 想着要迅速的追分 在进攻端考虑比较多 所以说防守端就只能用卢尾来防 皮尔杰克逊了 拔三分没中 这种对皮尔杰克逊的保护 这个内线的协防 一定会非常的及时 因为很明显 卢尾刚才防势让一边 我独立一边 没说我要单兵限制你 根本想都没想 超远三分 弗雷戴特三分就没中 你这他就是常规性的 这就算常规武器了 他就能投到这么远 这跟库里是一个类型的 他的攻击散尾 这就属于他的合理攻击散尾 余良三分九 很关键好球 三分迷中 分差再次来到四分 这个三分很关键 余良今天拿到十分 弗雷戴特又来一个好球 这真是寂寞大神了 慈悲库里 之前也说 这就是他攻击范围 一点不夸张 不是什么好球 第二精细 迅速滑一个二加一 好看 这球精彩 真是精彩 两位超强的得分杀器 现在展开了对标 两个人 对方谁也防不住 依然是四分球的差距 弗雷戴特 再挡吗 还是挡一下 这次突进去 王正犯规 两个超远三分 现在把北控 现在打得有点 太怕了 这个方弗雷戴特 只要弗雷戴特一拿球 你无论在什么位置 都必须玩命的扑 这半场以内 全是射程 全是攻击范围 不得不说 今天弗雷戴特下半场 已经完全爆表了 第四节 已经是超神模式 开启了 这才赢不了 那你 真是怪不了弗雷戴特 弗雷戴特已经55分了 这个掌分速度太快了 好球 比尔金逊 44分 两大得分杀器 弗雷戴特 这个球被冒了 好 景浩阳 这个球余良立功了 转换进攻 余良 转移出来 景浩阳的三分球 好球 第七个 我的天 景浩阳一战成名 比分差距 来到8分了 扎头7中的3分 以前这球简直是 让人开眼界 辗雷戴特 已经拿下55分 突进去再给球 外线 刘伟的两分球 命中 这个球踩线了 一只脚在三分线外 一只脚在三分线内 所以说刘伟 离万分先生差4分了 应该是差4分 刘伟已经拿下了8分 几个线 再来 三分球还做 没办法 太厉害了 得分王之车 两人 今天应该是 全都会砍下 50加 看弗雷戴特 迅速想还一个 这个球造成了犯规 太精彩了 难得一见 两大 得分杀器 展开 绝世对标 太精彩 今天看这场比赛的球迷 绝对是赚到了 这见过弗雷戴特 标高分 见过 皮尔齐克逊 标高分 没见过俩人互标的 今天这场球 精彩分成 尤其是第四节 单外援上场的情况下 两个人展开了 凶猛的对标 照这个趋势下去 两个人单节 得分都会突破20分 问题不大 弗雷戴特应该差不多 已经到20分了 这一节 单节21分 那么皮尔齐克逊 是14分 但是比赛只打了 第四节打一半 而且有可能 这单节得分记录 看弗雷戴特 是不是 觊觎一下 接着几个训 再起 看一下两中算座 这边的单节得分记录 是丹特琼斯 在07-08赛季创下的 单节31分 单节31分 问题不大呀 今天感觉弗雷戴特 破这个记录 问题不大 照这个趋势下去 看这个球 是内线的张兆旭和 王征之间 有比较激烈的身体接触 似乎顺势一肘子 打到了王征 看看是不是故意的 裁判也得斟酌确定一下 看张兆旭的这个态度 似乎不是故意的 但这个肘子确实是 挥到了王征的头上 但是挥完了以后 立马感觉这个态度 很友好 不像是故意的 寂寞大神58分 对皮尔吉克逊47分 对皮尔吉克逊47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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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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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少旭 看这个态度不像是故意的 但打这一下子还是挺狠的 给的北控的球权 认为这是一个提前的犯规 两分没算 裁判的这个判罚说实在的挺保守的 两边都不得罪 这是上海的犯规 上海VB13号队员 罗旭东 六贩 今天上来就是当炮灰的 他跟这汤子豪差不多 以防守上来为主 王征也是六贩 刚才应该吹了一个双方犯规 关键是那个两分无效 其实挺上的 因为那两分的话 很关键 你这个双方犯规 王征被罚下之后 内线对于北控来说会比较艰难 因为内线北控没什么人 平二集训 再进去 这个球太难了 好球 前场的篮板球 这个球拿下 24号的刘博 现在也只能让他上来顶顶了 35岁的前锋球员 2米07的身高 在王征被罚下的情况下 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 身高还能算比较高的 内线能顶顶的 反正杨公明现在状态太差了 而过2米05的 除了杨公明之外 也就差了 所以内线现在相对空虚 又吹犯规 好 这连续的一次进攻 上海队被吹了三个犯规 这样的话就比较难了 再犯规 就上罚就限了可能 开架断了 这个球 罗汉琛断的 非常的漂亮 也很关键 弗雷戴特再起 这球没中 但是自己抢到前者完板 溜出来 篮下都是人 刘伟的中距离命中 刘伟差两分 万分先胜 只差一球 万分先胜 只差一球 比分差距 只差四分 第二几个线 就是对攻大战 防不住你 不用进攻 来代替防守 弗雷戴特 能否迅速还一球 拉回来 要直接拔 这个球 有球井浩阳 经验不足 弗雷戴特没想到 他这种情况下 还是会选择出手 比较几个线 再次追身三分 这个球 看一下 被吹了三分球犯规 罗汉琛 刚才的断球很关键 但是这次三分球犯规 摸了一把 似乎是摸了把屁股 这种犯规是最没必要的 你看一下 这个球 他已经失位了 摸了一把小胳膊肘 多余 差四分 但是皮尔吉克逊 第一罚没中 罚中一球 现在分差一直维持在五分左右 六分啊 四分啊 基本都在这个 四到六分的区间范围内 皮尔吉克逊 五十分 今天五十分打底 两名 得分杀器 都是 分六十分去 特雷戴特 吹了犯规 这阶段裁判的事 想的够平凡的 这个尺度有点紧 紧浩阳 看看这个犯规次数啊 似乎也挺多的了 被吹犯规 自己也是不太服气 六范下场 上许孟军 今天的骑兵 八头七中的三分 拿下二十二分 打出了职业生涯 最精彩的一战 也可以说 今天这一场比赛 让他 一战成名 北共这赛季 这本土球员啊 都在一个个开发 之前开发出了张帆 这场比赛开发出了 井浩阳 弗雷戴特 已经六十加了 六十一分 六助攻 四强段 今天关键问题啊 他很有可能在最后一截 打破这个单阶得分记录 因为单阶得分记录三十一分嘛 他现在已经 看一下啊 起码有二十五分了 跳几个线 再还一个三分球 还中 破五十四分 太精彩了 太强了 你根本是 两个人谁也挡不住谁 这是本赛季至今为止啊 看过最精彩的一个标分大战 两个人全部拿下五十加 而且很有可能两个人都拿下六十加 吹了阻挡犯规 两人 两大进攻杀器 全部倒地 一人倒一边 这俩人太像了 这个球风特点 这球确实是脚下呀 有一些 办算 有一些接触 所以犯规 情理之中 确实在这个行进的路线上 午饭了 也得注意啊 他下去就饱饭了 他下去的话 这个北控的进攻就 下降俩档次 发中 差五分 弗雷戴特现在的得分 看看第四阶的得分是多少啊 因为我算着应该是二十五六分 二十六七分的样子 离破单阶记录 问题感觉不大啊 因为时间还有 还有三分半钟 张帆必须自己攻了 这球时间不多了 强起 太难了 这次进攻 没有给到皮尔吉克逊 吉姆大神 一突二 三个人围堵 再起 漂亮 太胜似潜艇 进步了 敌军从中任意穿梭 胜似 闲廷进步 本场 弗雷戴特 六十六分 六助攻 够六的 第二几个去 也够六的 五十七分 这个也得奔六了 世纪大战 真假 季末哥 本节 皮尔吉克逊 拿下二十四分 弗雷戴特 肯定不值二十四 哎 危险啊 弗雷戴特 可能已经 奔三十分了 这个球再打住 弗 弗雷戴特 超神的表演 六十八分 张三 弗雷戴特 本节 已经拿到 三十三分 正常来说 这应该已经 打破了 单节得分记录啊 皮尔吉克逊 三分就没中 场上的这个形势 太惊险了 上海队 这个球必须拿下 差四分 弗雷戴特 三十三分 单节 已经打破了 CBA的单节 得分记录 哎 八秒没够半场 什么情况 这个球似乎是 季时中 肯定是 季时中出问题 这个球 后场上海队 没有控制下 球权那一开始 他没有控制下 球权就已经 算24秒 开始走表了 这个球裁判 一定在谨慎 这个时候 不能出现误判 吹了一个八秒 这个判法 上海队肯定是不满意啊 刚才这个球 一直都没有确定下球权 看看这个球是怎么吹的 到底是 吹的上海队尾利 因为现在 北控队的进攻时间 只有14秒 确实得把这个局势 看清楚了 只能说太刺激了 贝尔吉克逊 57分 弗雷戴特68分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这样 传出来了 吓唬吓唬的 看这个球 传球 拿下 都没问题啊 都没问题 这个球吹8秒 肯定是 8秒不过半场 肯定是没道理的 因为没控制下球权 但是 这个时间 计时器一直带走 这一次判罚 哦 影响大局啊 至关重要 你正常来说 都是属于 两个队在争抢啊 你可能 进攻时间 吹24秒都可以 因为上海队 没控制下球权 这球一直在争 给了北控 他上海队 拼得也很凶 北控队 张帆 控制住 给到皮尔吉克逊 三分球 谎掉防守 三分球 命中 60分 双60 皮尔吉克逊 60分 弗雷泰特 68分 再起 好球 王同上 哦 王同上 先拿两分 五分球的差距 时间还有 弗雷泰特 已经打破了 单阶的分纪录 但是皮尔吉克逊 现在似乎也是 要打破 这个单阶的 得分纪录啊 有可能 瞬间 给再破回来 张帆 突刘伟 硬起 太难了 太难了 这个球还是得给皮尔吉克逊 但是被断了 上海队还有机会 这个球只要能打中 看一下弗雷泰特 硬起造成反规 二加一 打成71分 破 弗雷泰特 今天 这第四节 单节 35分了 打破 CV单节的分纪录 得分 应该会刷新新高 70分 弗雷泰特 之前的最高得分 应该是73分 那么73分 也是CV历史的第五位 而70分 现在71分 弗雷泰特很有可能 刷新自己 生涯的得分新高 今天在这场 得分王之争的对决中 两个人全部砍下60加 弗雷泰特 已经刷新了一项 CVA的记录 第二几个血 碰上真神了 这是至今为止 可能不是CVA竞争最激烈的一场球 但是一定是最精彩的一场对攻大战 两位外援在第四节 简直是超神疯狂的模式 全部佛党杀佛 这个分叉 一直胶着 皮尔吉克逊 对弗雷泰特 今年 可以说得分王 正常来说 就在这俩人之间产生 得分太强了 本赛季场就34.2分 本场比赛 71分 70%的三分球命中率 季摩哥 现在几个看点 上海队落后两分 然后季摩大神 破自己的 CVA的得分记录 第三 刘伟万分先生 都可能发生 最后1分15秒 静静期待 皮尔吉克逊 已经砍下60分 但是 还不够 余良 三分球 真敢投 没中 弗雷泰特篮板球 转换进攻速度很快 一条龙 直接起 这个球没吹犯规 还是上海队的球 心惊胆战 再打一加十 我天 这分爆表呢 再给 弗雷泰特 拿球 再次往里杀 抛头 没问题 他这个球没中 自己抢 再起 好球 73分 凭了自己生涯的 得分最高纪录 弗雷泰特 上海队追平比分 最后40秒 两个队应该正常来说 各有一次进攻 看北空是不是打快 因为打快的话 可以再有一次进攻机会 这个球还是控节奏了 最后比较保守 双人包 还没开始攻呢 双人就开始包夹了 平耀经讯一下 过掉一个 再起三分球 这球没中 弗雷泰特 控制节奏 叫不叫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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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叫暂停 直接打 绝杀 还是加10 弗雷泰特 全看地球突进去了 再起 打中 弗雷泰特 我的天 打破个人 生涯得分纪录 75分 弗雷泰特 1-3 这个球在篮下 北空队内线不太敢防 而且王正下场之后 内线缺乏绝对的高度 几个球没有找住 弗雷泰特找到了出手的机会 拿下了自己本场比赛 第75分 弗雷泰特 创造了自己在斯菲生涯的 个人得分性高 今天 面对现任的得分王 第二几个戏 继络大神告诉对手 什么叫做 神 什么叫做继络大神本尊 寂寞大神 第四节 砍下37分吧 没仔细算 至少37分 最后一节 创造一场比赛 创造个人得分新高 生涯得分新高 创造CV历史单节得分纪录 而且也创造了两支球队 有两名球员 同时得分上60的数据 这场比赛 简直残暴 第二几个戏 最后能否完成绝杀 绝杀 第二几个戏 这场比赛 前节太精彩了 第二几个戏 在激光大神砍下75分的情况下 最后完成了三分绝杀 第二几个戏 这场火星撞低球的世纪大战 两个人在最后一节 你该说打出了 绝世的进攻的高潮 第二几个戏 两人防守 过掉一个 再晃开一个 三分球 绝杀并重 75分 季磨大神 创造的所有记录 变成了空砍 太精彩了 这场比赛 CBA至今为止 也可以说是CBA 所有比赛 你该说在历史上 这场比赛一定会记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 皮尔奇克逊 和弗雷奈特 本场比赛 属于这两位英雄 两位英雄 为本场比赛 创造了 给观众朋友们 创造了一场 世纪经典的对决 这是CBA